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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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奈菲定源人数首次下滑 股价大跌25% 拖累纳指 大家好 歡迎收看ACY證券今日市場分析 我是你們的分析師Peter 昨日全球股票市場的行情令人意外 先有俄乌再度開戰 後有IMF組織下調經濟預期 然而在美式開盤後 這背後主要的原因是之前的市場預期 其實更為消極 股市連續的兩週下滑當中 不僅包含了對於戰爭和加息的利空 還有對經濟衰退的擔憂 雖然IMF昨日將全球的GDP增速 從4.4%下調至3.6% 但仍然遠沒有到達經濟衰退的地步 再者 昨日還發布了美國新屋開工總數年化 創下了2006年來的最高水平 最近美國經濟數據的表現其實並不差 同樣給予股票投資者信心 令昨日的市場短線反彈 然而股市的全面反攻還遠沒有開始 美聯儲加息對於成長股的估值壓力 仍然不可小覷 不僅如此 疫情封鎖和寬鬆政策提前透支了民眾 對於科技商品以及社交需求的消費能力 而科技股價的暴漲 也對公司未來的盈利增長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如果經營情況無法滿足市場預期 公司的股價便將面臨崩潰的風險 這可不是威嚴聳聽 就在昨日美式收盤後 流媒體龍頭奈菲公布了一季度的財報 表現令人大跌引進 11年來首次出現訂閱用戶不增反降的現象 遠低於市場以及公司自己的預期 盤後股價直接大跌了25% 連帶迪士尼、亞馬遜和微軟等股價齊跌 納指也同樣受到牽連快速回調 這種財報的不及預期 很有可能出現在所有科技巨頭當中 成長板塊的頹市還遠沒有結束 從近期板塊的表現來看 受到經濟重新開放利好的 零售和旅遊板塊表現良好 而居家格類類股票正在整理疫情期間股價的暴漲部分 這種板塊的分離很有可能還會持續不短的時間 從納指小事出來看200均線保持向下 不過下降的趨勢線昨日被擊穿 優雄力量指標保持在零線附近糾結 目前股價正處在大幅度震盪整理的階段 在14000大關上下反覆地徘徊 考慮到基本面偏向利空 短線的交易策略以焚高做空為主 限價上方的阻力位置主要集中在14200到14280的供給區附近 由於短線方向不容易判斷 需要結合正當行情中的技術指標來提高勝率 交易者可以採用布林黛配合隨機指標的波段信號 可以等到K線觸及到布林黛上沿 同時隨機指標在超買區形成高位死差 便是入場交易的時機 限價下方的關鍵支撐 主要是14000的底部警線整數為大關 以及13700的前低點位置 中線交易者可以配合財報和加薪的消息面 關注K線下穿13700的強力空信號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今日關注數據 歐元區有3月份CPI年率 加拿大有3月份CPI月率 美國方面有3月份乘务銷售總數年化 以及當週EIA語言優庫存 以上便是今天的全部內容 感謝大家的收看